各位大家好 国家高速网物计算中心在这次展览中的主题是 癌症精准医疗生物标记组织影像智慧辨识平台 在这个平台的内容主要是希望透过组织切片上面的定量资讯 再结合医院的医学资讯资料 再透过机器学习的方式 能够在未来希望能够精准的预测个别病人的预后的情况 举个例子 如果病人将来生病之后 从切下来的肿瘤上面取得切片 之后我就可以预测出这个病人他会不会转移 他会不会他的预后他的存活几率大概是多少 透过这些有用的资讯在未来可以提供医生以及病人的参考 达到精准医疗的目的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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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